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邮轮观光客 市长谢果良既推动干净家园与行人友善政策后 再推动市容整洁政策 希望让各地的观光客对基隆有好印象 提升市民的居住生活品质 那我们今天推的政策是市容整洁 这个是既行人友善、干净家园后 我觉得很重要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我们在城市里面 还是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 阴价、木价这个违法搭建的广告物 淋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那这个议题对基隆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会分短期跟中期的方式来推动 短期之内我们会把 这个现在随便搭理的木价、阴价 这样子的广告物会通知业主 希望他们能够自行处理 然后未来在城市、在旗楼、在公共空间 到处堆放杂物的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们也要慢慢地跟各区的区公所跟区长 大家来共同来思考改善 那中期我们会请突发处也会去研理 这些中期广告物一个设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那但是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短期跟中期我们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整洁更干净 让大家居住得更舒服更安心 那我首先说明说这个违规的这个樱木架 其实它的这些乱搭 其实第一个当然最严重就造成我们整个市容景观的这个观瞻 就不太不太的这个漂亮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它在行车 它有一些都会搭建在这个重要的我们一些路口 那也影响我们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 那第三个可能比较严重的 如果它有接近一些建筑物的话 可能也会阻挡到一些这个建筑物的逃生的通道 也会影响这些公共安全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推动就是说 短期的部分我们呼吁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违规使用的这些广告的这个使用人 或者是建物所有权人 那就是请大家先自觉性的可以先把它拆除掉 那后续呢我们会开始来做一个查报的动作 那其实依照这个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拆除这个4万到20万 所以后续我们会开始进行这个查报的一个这个作业 罚则这个也让大家看到 就是依照这个建筑法的9513条 那刚刚市长有提到 其实依法是需要来申请的 那不过目前大部分都没有依法来做申请 那所以后续我们查报以后可以依照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来裁罚这个4万到20万 那不过后续当然这个我们要建立 这个很重要就是建立民众法制的观念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相关的这个 邀请相关的这个广告商工会等等 我们来宣导如何来协助 如果有需要来设置这个合法的这个广告物 如何来做一个申请 那这个我们会跟工会来做一个配合 那所以这部分前期的部分先做宣导 那也请这个相关有这个违规使用的这个广告物的这个使用者 或者是建物或土地所有权人 那就请自行猜除 那后续如果借其不猜的话 我们不但可以猜罚 那如果我们后续要进入到强制猜除的话 还可以跟这些相关的违规者来收取必要的费用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表示 尤其重要路口等交通热点 常见违法的木架 阴架 妨碍市容景观 甚至也影响建物的逃生通道 市长谢国良表示 目前是宣导期 呼吁违法设置木架 阴架的所有权人 先自行拆除 后续市府也将展开查报相关作业 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的市容更整洁干净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